你真的以为上海的徐汇区只能靠徐家慧来撑撑场面吗 那你还真是有些低估这个地方了 现如今上海像徐家慧这样的繁荣商圈有很多 在这样城区激烈竞争的修罗场里 频繁的出徐家慧这张王牌已经越来越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相比于除了黄埔红口之外的上海其他区县 徐汇区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优势 那就是可以在黄埔江的沿岸与对面的浦东新区进行有效的联动 静安 浦陀和常宁等内陆辖区没有靠江的优势 而杨浦和敏航等沿江辖区无论是在浦东还是浦西 工业气息都太过浓厚 唯有徐汇区能够较先一步的搭上浦东大发展的这辆顺风车 不惜投入巨资来借助对岸的世博 前滩和后滩的东风 开发出一片具有科技感的现代化城市核心 在浦东新区的节目里 我对前滩和后滩这两大誓言要与陆家嘴媲美的区域都有过介绍 并曾提到过后滩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龙华嘴 龙华一词指的就是河对岸的龙华镇 县龙华街道 名字来源于境内的一座古寺 龙华寺 龙华寺是上海市内最为古老的一座寺院 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相传在三国时期 西域康居国丞相的长子看破了红尘 立志出家当了和尚 人称康僧慧 他秉承佛指 千里迢迢赴东方弘扬佛法 一天他来到了一个档口 见这里水天一色 气象迥然易于他方 认为这里是块修行的宝地 于是便节庐而居 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这里之所以景致幽静不凡 是因为广泽龙王的龙宫就在附近 龙王对这位外人在家门口安营扎寨很是不悦 于是便掀起风浪将其赶走 谁知康僧慧在毛巫倒塌的情况下 依旧泰然自若的盘腿礼佛 龙王见此人不凡 便在附近视察和聆听 康僧慧唱诵的佛旨赶化了龙王 于是照上前去承诺可以把龙宫让给康僧慧 用来修建梵语 自己重返东海居住 康僧慧接受了龙王的好意 将龙宫改建成了龙华寺 唐代皇朝起义期间 龙华寺毁于战乱 后于北宋太平新国三年 978年重建 现在的龙华寺殿堂大多为清代铜光年间的建筑 寺院保持了宋代前蓝格局 院前西南方位的宝塔仍保持北宋太平新国年间重建的样式 于1954年照宋塔的风貌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修 龙华镇是中国近代工业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 晚清洋务运动的产物龙华兵工厂 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军政结构也纷纷落户于此 并与民国时期成为上海淞沪抗战的指挥中心 龙华北洋军阀淞沪护军实属 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所在地的附近 有多处刑场 在大型史诗剧《血沃龙华》中有这样一句台词 有一座宝塔它不高也不矮 有一片桃花它落了又开 有许多许多最好最好的人倒在长野里 我家在山沪护军征担沙迹 三角沙迹 我家在山沙迹 许多一片宝塔 我家在山沙迹 不高兴 我家在山沙迹 你家在山沙迹 我家在山沙迹 都没有太大了 我家在山沙迹 那边有很多小时 我家在山沙迹 有很多小时 我家在山沙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冰江中心 这对双子塔的高度为180米 共45层 大厦的整体造型 采用酷似水晶一般的六面体设计 在罕见百米高建筑的龙华原工业区内 显得十分突兀 正面与徐家会中心区的港会横龙双子塔遥相呼应 南部风林龙华核心区的标志性建筑 也是一对双子塔 名叫西岸质塔 这里是上海AI产业浓度最高 产业极具度最具亮点的地标性建筑 于2018年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被选定为该大会的永久会制 该双子塔的高度不尽相同 就连它们下方如同晚礼服一般的弧线收尾 也是各有各的特点 一个是拖地的 一个是开叉的 纵然有这么多的不同 也无法叫人觉得 它们是不同风格的大楼 由于下方的弧度过大 安装的玻璃幕墙微微翘起 像是鳞片一般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西岸传媒港是目前上海市最新潮的街区 地上建筑以九宫格的样式排列 传媒一词道出了它的用途 它不仅吸引了央视华东总部的入驻 还吸引了诸如TVB 英皇影业 IMAX 星空卫视 湖南卫视 腾讯等传媒机构的入驻 在不久的将来 它将是上海市区内明星出没最为频繁的地方 也将吸引无数的年轻人 前来蹲点 拍照和打卡 西岸传媒港的总建筑面积为100万平方米 其中地下的面积就达到44万平方米 相当于蕴含了一座与地上楼宇等大的城市 地下空间内不仅汇集着商业和休闲板块 连通公路也一并修到了里面 地下设有5200个停车位 跑车的环道是按施政道路的标准修建的 如果在环道内违反了交通规则 司机也将会受到交通处罚 为了给这片区域打造立体化的交通体系 将传媒港九宫阁连接在一起的 不只有地下商场地上路面 还有路面之上四通八达的城市第二地面 整片平面都是底层商业综合体的一部分 各种形状的建筑物像是乐高模块一样 安插在了平台上 为了保持各大板块的畅通 主干道路之上的平台采用环岛或是弧线相互连接 没有了人形天桥的古板 平台之上还种植有大量的花草树木 真正实现了在繁忙的商业区内部 建造一片空中步行街和花园的梦想 好了 上海徐汇区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又到了对城市进行总结的时间 徐汇区是超一线城市上海市中心城区的辖区之一 该区2020年的GDP为2176.73亿元 在上海16个区间内排名第6 全区总面积为54.93平方公里 全区常住人口为111.3万人 人均GDP为19.56万元人民币 城市建设度94分 城市绿化度86分 下一集节目 我将来到繁华的上海静安区 带你们去感受南京西路与静安寺的风采 敬请期待吧